大家好,在上海,奥勒奇超市被称为穷人的超市 我想这是上海人一种比较傲娇的说法 作为一个德国超市,我觉得它里面的东西都还是品质还蛮不错的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物价,质量怎么样 最后再对比说一下它比如说跟河马、山姆、开时克的一些区别 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看一下现在下班人还是蛮多的 它下班会打折 看一下它在门口这边放了促销的一些商品 比如说弹珠、汽水、果冻、翡翠、刀豆翠 所以上面都标好了这个价格可以在这边选 看一下这个蓝莓,这个蓝莓什么牌子的 58是500克,蓝莓还挺大颗的 看一下这个凤贤的醉金香葡萄也是500克18块9 一颗的素颜草莓39块9 这个是阳光玫瑰6折41块4 看一下这边的蔬菜区 这个是放在这边可以选的 比如说这个生菜是多少 来着,我看一下上面3块5 超值的一个上海青是2块9毛9 感觉跟河马的价格类似 这边的一个菠菜是5块5 下面的高山白菜4块9 松花菜是多少 松花菜也是4块5 西兰花是4块9 然后铜蒿5块 香菜也是3块5 100克 然后这边的香芹是4块4毛9 我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南通的矮角青 这矮角青的话一般是冬天制 这个是反戚的 8块9毛9 反戚还有点贵 然后是崇明的空心菜 是3块7 看一下这边的西芹 我觉得这边的西芹的品质还不错 西芹是550克5块8 但这个时候吃西芹感觉跟进有点老 但是愁着这个质量还不错 这个是藕吧 这个是田杆西兰10块9 下面这个莲藕是9块9毛5 这个夏天就是当季的 我觉得它里面的品质还真的挺不错 这样一盒的话9块9毛5 这个是叫田芦素 芦素吧 就很多人啊 这个田头种的这种小田的东西 它这边还是有的 是18块 750克 这个是有机小白菜 9块9 带上有机两个字都比较贵 这是青朴炼堂的胶白7块9 马蹄9块9 这马蹄 你看啊 我感觉品质还不错 个头都还蛮大 丝瓜5块9毛9 这边的孔瓜也15块9 上面的这个利浦芋头 是利浦芋头啊 7块9 300克 去皮的窝笋段6块9 然后还有仙灵角15块9 它这边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对河马来说 就是一个补充吧 有些河马的有的它没有 有些河马没有的 它有嘛 然后六叔小炒 这个时候你这方便做饭的人啊 不愿意买那么多啊 然后这边他给你汇总了 包这么一小包去炒还挺方便的 8块9 荷兰豆8块4 然后切小片的冬瓜啊 1块9毛5 这是藕袋啊 16块9 像这种的话就比较贵啊 这鸡头梗 鸡头梗是4块9毛9 鸡头梗就是 呃前面出那种 那个鸡头米的啊 这个梗也可以吃 4块9 这个是叫什么菜 叫普菜 8块8毛9 蘑菇3块9毛9 然后是混合的色辣啊 我一般会 有时候买一袋回去吃啊 补充一下这个蔬菜的一样 那这边就进入了肉类区 这个是豆腐啊 绿豆麻腐3块9 包姜豆腐13块5 这个豆腐好贵啊 然后苏北的锅烧老豆腐5块9 看一下这边是零七的 打八折 这是鲜冷猪肉 八折以后是9块 像这种啊 里脊肉 再来看一下 这边是打折的 猪蹄吗 打折以后是7块5 然后这边也是黑猪肉啊 去皮的 打折以后25 可以看一下 这是鲜猪肉米啊 鲜猪肉米 我看一下多少钱 好像没票价格呀 这边标了5块9毛9 猪肉丝6块6啊 它分类还是蛮轻苦 然后冷鲜猪汤骨9块 然后这边是冷鲜猪小排13块9 猪皮五花肉是14块3 上面的一些猪肚啊 37 然后猪舌38 还有猪猪腰啊 19块9 这个是黑猪的铜骨 15块9 三文鱼怎么也跑到这边来了 这边零期的三文鱼啊 70 你看这个三文鱼品质还可以吧 这个是猪打牌 16块9 里面有个四五片 四片五片 这个是冷鲜猪大理级 19块 这是黑猪的带皮五花肉啊 这种是31这样一盒 下面是进入鸡肉区啊 这边冷鲜的鸡大胸 有些人零期的好像就几块钱吧 我看一下 五块四毛四 有时候会变成四块多 然后这边是冷鲜的鸡腿 是六块八毛一 上面是这个冷鲜的鸡翅 是七块三毛九 然后再上面我看一下 这个是鸡身啊 鸡块 是九块九 这个是鸡腿肉丁啊 九块四毛五 上面就是这个鸡的一些啊 脚啊 然后是内脏啊 比如这个鸡脚啊 是多少钱啊 二十块二毛五四百克 然后冷鲜鸡杂 十九块九 我觉得它这边的分类 还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牛肉区 牛肉区 从下往上看 这边的一个 这个是叫牛嫩菊啊 骨四牛嫩菊 三十九块九 这应该都是进口的 这边也是骨四的一个 牛板件 五十九块九 两个啊 然后是西冷 西冷 它这边是三十三 这样一块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品质 然后是 骨四一百天的 眼肉牛排 六十二块四 这个是鲁锡黄牛 骨四眼肉牛排 就等于说是 咱们国产的 应该是 四十三 这个是澳洲的 冷鲜的 一百天的牛奶啊 这个是三十六 感觉品质还可以啊 这个也是澳洲 冷鲜的牛肋条 七十九块九 骨四的牛腱 一百零八 这个就是到了 它们的一个海鲜区了 这个三文鱼 然后冷鲜的八爪鱼 二十六块九 然后冷鲜的银鱼 二十九块八 然后这个叫什么 昂刺鱼 八折十五块九 下面啊 这些鲜货类的 这个大黄鱼 看一下是多少钱 二十五块九 它们的会员 二十五块九啊 这样一条 还是蛮大的 这个三文鱼呢 它标明的来处啊 你看它写的很清楚 是澳洲的 塔斯玛尼亚群岛的 四天空运之达 五十四块九 你看写的非常清楚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它可以供你选择 对吧 其实上海人呢 一般都喜欢喝某家啊 光明的牛奶 但是它这边的话 好像有这个自己的牌子的牛奶 也是评价非常好的 比如说这个优白 它的蛋白质含量啊 都还不错 然后售价也还算是中规中矩啊 比如说这个五点零盘一款的 十九块九的优质蛋白啊 很多人可能会买一瓶早上冲咖啡啊 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像这边啊 这边的这个超值的奥勒奇 它自己的这个牛奶 鲜牛奶八块五九百五十毫升啊 这个是真的蛮超值的 然后我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 而且据说是奶味十足啊 蛋白质含量是三块啊 三点二 当然这边也有光明的 这个是奥勒奇他们自己的啊 就是就是优白是不是他们自己的 这个还真不清楚 那这边是就一些这个坚果类啊 巧克力啊 我就不给大家细看了 我们再去看一下烘焙区啊 然后一些吃的一些东西 看一下这个超市比较的小而全吧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全的 它虽然比较小 但是很多生活用品都是必备的 看这些冰箱里面的一些 关东煮啊 潮汕牛精丸啊 你看 二十三块九 想买的话还是能买到的 我感觉东西也比较正规啊 然后这一块是生活区的啊 就是买一些纸巾啊 手帕啊 洗衣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是香菇大菜包 这个是奥勒奇他们自己弄的吧 自己贴牌的吧 看这个是多少钱 香菇大菜包九块九 里面有蛮多的 厄瓜多尔的这个 冷冻南美的白对家 五十九 这个品质冷冻的 如果是当你进口的话 应该还不错 它还分大小 大一点的话会稍贵一些 那这个中间就是饮料啊 可以买饮料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一些 这个雪糕啊 这个是他们自己定制的一个雪糕 看一下啊 雪糕怎么样 老上海味道啊 这个也是适应了上海的人的一个情怀吧 看一下是 这边的那个冰啊 在旁边也给你准备好了 实用冰啊 只可食用的七块九 一块九 然后老上海味道的那个棒冰啊 这么多 一袋是九块九 绿豆棒冰呢 是十一块九 里面有几只啊 有八只 这是梦龙的一个 香草和松露巧克力双拼啊 二十五块八 这个双拼 这些马上夏季到了 可以来吃这些东西 这款三德利的乌龙茶还是销售的蛮好的 四块九 应该是没有什么添加剂啊 大家应该还是蛮喜欢喝的 碳酸氢纳 维生素C 这个基本上很干净 到这一边 到了他的澳家厨房 他是有一个澳家厨房的 里面也是有烤鸡 烤串 什么之类的东西 到晚上一般都会打折 比如说卤猪爪 晚上的话 他就是26块9 还有脆骨 这个鸡 然后这个是巴法利亚风味烤鸡29 然后上面的这个也是烤鸡腿 19块9 他们这一点非常好 就是明厨的给你在里面操作 这个是烤肉丸 17块9 然后这边整只的烤鸡是39 梨花鸭39 这个是蒲烧麦鱼59 然后烤青花鱼24块9 这是青花鱼 德式香肠 9块9 里面有两根 这个是面包 晚上也会打车 也是他们自驾烘培的 种类还是蛮多的 黑巧克力流行可送 欧式碱水黄油可送 然后这边的这个法式焦糖锅巴可送 然后这个是黄油可送 上面的这个每日坚果塔 9块9 然后鲜肉月饼6块一个 这个你看销售的就蛮好的 看一下是什么 我也拿风味苹果肉桂派都卖完了 这个是下班时候 就很多人都来买 下面这个柜子也都卖完了 说说明 销售的还可以 大家都喜欢 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单卖卷 11块9 然后这边的德式纽结包6块5 然后蓝莓乳酪贝果是7块5 那这边也是澳家厨房的一部分 它里面很多一些熟识 我们可以看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香卤的捞汁冷暴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都什么价格 香卤压缩骨15块9 然后鸭膊15块9 然后鸭掌17块9 然后还有这个猪耳朵卤的18块9 还有这个香酥小黄鱼17块9 这个是捞汁的罗氏大头虾33 捞汁的这个冷暴驴鲍鱼29块9 焦香的鱿鱼虚26块9 然后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香辣猪蹄 香辣猪蹄多少钱 反正20多 差不多都是20多 还有这个熏的这个桂花鱼26块9 本邦酱鸭19块9 看一下这个是夫妻废片39块9 我觉得它这边的东西还是蛮丰富的 大家觉得呢然后这个香辣的一个猪蛇26块9 包括这边的寿司类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吞拿鱼照烧牛肉大卷 这个是看一下多少钱 17块9 然后这个是五米厚蛋卷寿司23块9 然后这边的三文鱼加州寿司卷是25块9 这边还有四升拼盘啊 这种的话就是64 里面有田虾 北极贝和三文鱼 看起来还是蛮新鲜的 然后这边是芥末章鱼麻辣鲜哈 他们这边摆盘摆的还真的是蛮丰富的 说实话 然后双色小米糕 说实话啊 然后经典肉丝炒面 我来逛的感受就是 真的感觉体验还是蛮好的 就是产品非常丰富啊 有花样啊 也有这种经典的产品 真的挺不错的 所以呢下班很多人啊 特别是下上班族都来这边来买啊 这是可以说生意还是不错的 这边是面包新鲜配送 挺瘦一些 我觉得这个提示是做的蛮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水果去啊 像这种新西兰进口的这种柠檬 看一下多少钱啊 呃是 加农进口的这个叫帝王椒啊 11块5 然后安月的柠檬 2块9毛9 看一下这个海南的小清宁4块6 然后南非的葡萄柚啊 12块9 这个是去火的 我买一个 这是澳洲的蜜干 22块9 这种的话是南非的克莱蒙软皮肝29块9 埃及的夏日城啊 他们这边是就一袋子给你装好了 19块9 就这种啊 这边陕西的洪富市23块9 这种品质 加配的七一果39块9 这个应该是4颗 然后这边也是加配的啊 48块9 6颗啊 可能尺寸大一些 山东的洪富市7块8毛6啊 1000克 就是美都的西瓜23块9啊 差不多一个的话有4000克左右 就是带装的番茄啊 3块9毛9 也有切好的这种水果捞啊 就是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西瓜的是多少钱 23块9 哈密瓜和这个玉如瓜啊 23块9 然后菠萝 就是叫菠萝吧 菠萝27块9 像这样一盒 好了 逛了一圈下来 大家觉得这个超市怎么样呢 里面的物价水平怎么样呢 它绝对不是人们口中说的这个穷人的超市 但也不是说那么太贵啊 就是说 我觉得像城市的上班族还是可以接受的 特别是他有时候折扣的时候 毕竟有时候这个 他的这个里面的那个品质还是可以保障的 好 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